大家好 欢迎来到BUD解除三国叉 好久没给大家做装身份的视频了 装身份视频怎么说呢 不能经常做 但是也不能不做 我肯定会一直做下去的 有的观众朋友反应比较喜欢看 但是有的观众朋友可能觉得看多了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不同观众朋友的胃口都要满足一下 就跟有很多观众朋友跟我说 他只喜欢看国战 不喜欢看身份 又有另一部分人跟我说 我只看身份 我不看国战 这个东西 所以说你有选择性就看就可以了 我肯定都会做的 也没有必要说 我不喜欢看哪个就怎么怎么样 不喜欢看这种 你就挑另一种看就可以了 今天还是女党发射观众朋友 发我的录像 也是比较有意思 那么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的话 现在的话我是 在飞火直播有一个直播平台 直播平台 就是刚开始弄的 编峰刚开始弄的一个直播平台 现在应该是在测试几段 我现在就是也在那块直播 之前已经直播过三天了 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我把地址给大家打出来吧 打到记事本上 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怎么说呢 现在的话是在测试几段 如果说我会直播的话 我会在我的微博上提前通知 大家可以去微博看一下就可以 关注一下我的微博 之前我直播过 直播一三天有身份局 还有国战我都直播了 国战就是随机打的路人局 身份局打的是群内局 大家看一下这个记事本 就这个地址 非常好记 3w.飞火直播.com 斜杠BBD 非常好记 由于现在是测试几段 大家可以先随便看一看 这会儿也没有什么宣传什么的 等到正式上线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宣传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过来看看 然后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录像吧 看第一局录像 主视角玩家 这叫什么 哎呀 这字我又是越来越不认识了 真是无奈 大家自己看一下吧 我真是不认识这两个 鸭还是什么 鸭肿 刘善主公 这位玩家四五区玩家 感觉他录像 刘善主公 六号位的反贼 这里面毫无疑问啊 巡御最好 刘善主公就是速推啊 反贼 没有任何悬念 说围观的就是扯荡 我也不解释了 你愿意围观继续围观吧 你看能赢吗 就是速推啊 速推的话那肯定是巡御啊 无视距离输出 其他武将都不太好 其他武将真是都不太适合 看一下场上选招 大家看一下能给刘善当忠臣的 能给刘善当忠臣 这个我就不多谈了 已经说过无数次了 太史词成功这两个肯定是完全可以当忠臣的 巡御也是可以当忠臣的 这三个武将是完全可以当忠臣的 再稍微刺一点 就是甲许观音评 我输的话你就赌运起 曹昂说实话真的不适合当忠臣 给刘善当忠臣一点用都没有 他就是个回合外武将 这个位置出现 要么反对要么内建 最好忠臣肯定是这三个 太史词成功寻语 刺的就是甲许观音评 作词 简单是这个样子 看一下具体过程 太史词其实蛮像忠臣 这个放权的话也不太好 放权说实话真的还不太好 放权 你要放权也就是放权 太史词其实 我觉得就太史词最下动权 如顺了一刀 观音评直接 那个挂扇子去杀远位的贾许 他怎么觉得贾许跟刘善没有配合 其实可以杀曹昂 然后曹昂直接就是发动技能慷慨 然后他就跳法 他如果忠臣的话 内或者内奸话完全没必要 然后还给了甲许个南蛮 这关音评直接跳反 顺着主攻的武器直接杀主 杀主杀不动了 主攻有闪直接闪了 看下这个走私把走私亮了一个火剂 看看烧谁 大火大火直接烧量流上 直接跳一个反对的身份 那么看起来的话好像这个甲许啊成功太史词都是都是忠臣 直接乐的主攻啊 这肯定是个反对啊 看一下逃亡的动作 接受重铸 怪点一 怪加一 好 这个动作啊 肯定是反对啊 不拆不拆乐 就拆一个太史词这么向忠臣的 而且三番一齐 这个妥妥了 这个反对啊 然后这个甲许是个忠臣 甲许是个忠臣 太史词成功太史词也是忠臣 我们看一下主持人怎么打了 甲许直接开单吧 他顺 寻遇的时候寻遇也没有无限 寻遇这个寻遇当时他没有无限的时候应该就是想好了要装身份的 因为前面三番一齐他准备太史 不然的话他肯定要无限了 你但是你要是无限了你就等于把身份跳出来了 你就没法再装 因为这个 咱们看一下这个寻遇啊 他当时机智了给主公补了一张牌 并没有他这一张牌 给主公补一张牌的意义就是主公他肯定要放权 给他补牌 他没有 你要不然就自己出牌 你出牌你就费技能了 给主公补牌没有 没有问题 好 这个又是装身份审牌 统一道 然后可以乐住泰尔茨 呃 驱虎的话 其实可以驱虎成功打泰尔茨 彻底把泰尔茨压住 成功果断中招啊 主公也中招啊 其实真的是可以驱虎 把那个泰尔茨 如果能打死就最好了 第一轮 我很不像是这个泰尔茨天度了 看泰尔茨会 做什么动作 开了一个桃园 开了一个桃园 这个无蟹不要打 这样不要打 这个乐如果不中的话 泰尔茨这身份跳不出来啊 真的就跳不出来 完全被坑进去了 吃个桃 看泰尔茨 泰尔茨没有动 泰尔茨难道是内奸吗 主公中乐 所以说你补一张牌就没有事 但是他 但是他直接觉醒了 简称无血大流善 曹昂给关于平打无蟹 也没有问题 快距离 杀不动流善了 应该是要么就没杀 要不然就去基本他 对吧 主持 主持看破 这是要闹什么啊 有开无补 负心的力量 开无补表示 不过还是不太好啊 开无补 他拿了一个难瞒 曹昂拿了一个距离 主持发动看破 不让贾取拿距离 主持又对寻遇发动了看破 他就是想要泰尔茨拿牌的 成功拿了一个距离 他泰尔茨拿了一个决斗 主公拿闪吧 应该是 主公拿南蛮 主公你不缺闪吗 南蛮也可以吧 但是毕竟的话 主公你基本上不太会出牌的 如果你闪多的话 可以拿南蛮 如果你没闪的话 我建议还是拿闪 曹昂去拆了一下寻遇 寻遇也没有无险 这个没有无险的必要 挂距离 为什么要挂距离呢 手牌不易出 难道你就知道寻遇是反吗 那你还去拆寻遇 这个时候可以群舞 群舞主公打泰尔茨 继续把这个泰尔茨 搞成忠诚那样子 看一下成功 成功铁锁去连曹昂和泰尔茨 借刀杀泰尔茨 曹昂应该是没杀 这些有杀应该会出杀 杀成功的 泰尔茨真是悲剧 各种看不出来 就因为寻遇给主公补了张牌 一张牌 一张牌换来了 这些人对泰尔茨的群殴 泰尔茨还好自己有糖 再吃一个糖 看泰尔茨会怎么做 泰尔茨觉得我成功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他是不是觉得成功是反对 他是不是觉得成功是反对 然后再搞他 但是有一个问题 这成功肯定不是反对 主公是反对 他哪有去给主公牌 让主公出杀的 那主公他好像可以自己决定出不出杀 不出杀 主公牌了 就是亏大了 这主公也不放权 主公打了什么呀 你不放权 选什么流伤啊 当白宝 你好歹放权一下成功啊 对不对 铁锁连了一下 哎呦 这还有个表情 直接火杀享乐 关于表示激动了 没有基本牌了 捧不动 那你火杀你为什么不去杀成功呢 你不是有距离了吗 想什么呢 哎呦 直接火供趴下去 火机还是有点用处的 说实话 远位曹昂反也没啥用 你要不就二八位 二八位当反 基本打酱油 这局啊 要不是这局说实话 要不是这个 因为寻遇的装身份 这个反对这么 这是输出根本就不足 一点都不足 假许去杀曹昂 当然他也没什么可杀的 还可以 这个时候驱虎的话 还真的没什么可驱的 全变成三选了 驱不动了 看看成功还会不会打 打泰尔茨 成功表示不打泰尔茨 开始杀假许了 这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还给寻遇牌 寻遇牌自己摸一扬牌 他为什么不给刘善杀泰尔茨呢 很奇怪啊 泰尔茨就一直搞成功 不知道他是被成功搞了不爽了 还是就压根没看出来成功是忠诚 主公出套就下成功 看看主公放权不放权 你看 这主公选的 就从来没放权过 你说你说选流善干嘛 你选流善 你真的是就是为什么要说反正要速推主公呢 速推主公就是把他血压压去让他 就是在 这个时候可以把身份跳过来了 这个时候绝对把身份跳过来了 因为他后面马上就反雷出了 他已经把成功要放死 就是流善这个主公啊 你速推他 你把他血压压下去 就让他在这个吃桃 还是放权这个 出牌 这个两难的竞技下去决责 让他很难受 然后他还统成功一岛 统派尔斯一岛 所以绝对不能微观 微观的话 他会舒舒服服的放权 而这个主公呢 又不放权 你不放权 选流善主 真的是没 我不知道有啥意义 而且状态那么好 说实话 你放权 放权成功的话 成功的输出可见凭你强 如果这盘的话 已经完全 忠诚被打乱了 被寻遇的装身份给打乱了 你放权 估计他们也会乱打 直接泰尔斯阵亡啊 这个就没什么悬念 马上成功 马上成功被拍死了 就基本就 就叽叽死尼达了 我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泰尔斯是真的没看出来 还是怎么样 完全就是 完全就是根本 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 怎么说的对吧 统一刀成功 带走了 这个就 很轻松了 冰了一下 开大 这是临死之前最后一波 当然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 为什么要杀索磁呢 你去同主多好啊 万一这个对吧 万一你这 再多掉点血危险了 何必去冒着风险 这还就比较屌了 先杀一刀加血 再刀加血 决斗主 可以驱虎一下 方 当然他没有驱虎 我可以驱虎一下方 血济 以父亲之名 您可感觉到我的炽热 直接这个各种火 各种鲜血 各种火迹 还是这句话 装身份这个东西 你可以不用 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当然如果你自己会用啊 能灵活运用出来 那更是 非常好 这东西就是 千万我用 无缘的提示 就是新手 新手慎用装身份 装身份不要无脑 再看一局 这局比赛的主持人猜不透 一区的玩家感觉他录像 董卓主 这里面的忠诚啊 说实话 真的是 我是觉得 真的是没有一个好的 可能 相对来说 就祝容还错过一点 这其他的 说实话 都给董卓中 忠诚真的都不太好了 都没啥意义 你要么就换将 当然路人局的话 我不知道这是路人局 还是群人局 还是怎么样 路人局的话 您可以考虑选一下 中会坑一下内奸 但是我还 其实还蛮不推荐的 看他选什么吧 反正这个选项 都都不太好 选 可能选树龙 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他选择了 领统 领统给董卓中 这其实 真的不是很好啊 就 完全不是一个节奏的 董卓他需要迅速输出 打出优势来 而领统是需要各种拆排 这个拖慢节奏的 就完全不在一个点上 你越拖 就拖到反对内奸 节奏了 咱们接着玩 先看一下 相面 说实话 这个选魏家许的 不知道开没开群家许啊 选 选无国太太也不知道干嘛的 反正 董卓主 你选个女的 就先个标个争吧 这诸董卓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 你去拍董卓吗 你去读武董卓吗 我不知道你有多样拍 能读武的记董卓 这个看起来是个反对啊 但是这选将我也不投套了 循玉的话可中可反 魏家许是吧 袁术也是可中可反 泰尔茨上来这些看来满肯是套中了 没有什么悬念啊 主持角没有卖血 其实从主持角没有卖血的这个动作来看就 非常非常像中内了 反对的话肯定要卖血 然后发动技能去拆牌了 这个时候拆牌那是关键啊 别打了个无限 哎呦我的天呐 这这这这这我真的不吐槽了 一个三盘主动打个无限 我天呐 你说你这一个血重要还是无限重要 真是 哎呦我的天呐 这个我就不吐槽了 然后终身这挂起来没什么问题 喝一会儿 好 元术也超中 元术也超中直接纽杀 哎这个闪了吧 闪了吗 这个是必须要闪 这时候肯定要装身份了 这前面全都是忠神了 拆啊 嗯 这个拆怎么拆啊 把泰尔茨的距离拆掉是最好的 装了像 后面都是反的 然后这个乌乌塔他会把这个八卦去 呼呼给你 他肯定忽悠给你 你不要去拆那个什么去 不要去拆那个手牌什么拆手牌 如果说后面人会玩的话 非常容易识别 你拆了泰尔茨距离没事 泰尔茨他不需要距离 你去拆手牌啊 这个 就就非常就是就是说怎么说呢 只要后面人啊 但凡 他能看出来一点 是绝对能看完你才装身份 你这个拆啊就去拆这个距离 泰尔茨这个距离拆了 他反正也不需要距离 而且你这个这样还装的像 这八卦肯定是乌国泰这些忽悠管 你知道吗 我多种选择乌国泰的反对 哎呀不懂得想 这个反对选择这乌国泰和诸葛克选择都不打合格 诸葛克也是不太合格 三写退边 而且你根本就 你根本就拍不动董卓 你怎么拍呢 语语去打元术也没有什么问题 虚虎 还是打元术 这不知道谁是内奸的 这要是元术是内奸 就感觉元术打的有问题 内奸的话没必要这么打 保持自己的状态比较好 这个贾许啊 就直接中招了 躺躺枪啊 你就是后面所有人都没有看出来 反正寻语不知道看没看出来 这个乌国泰和贾许肯定是没看出来 一个给忽悠个八卦 一个也把队友忙到一血贴了个乐 看董卓 一老杀贾许 刀不给 他这个时候肯定不会去杀 朱索克 因为他不确定我朱索克到底是中是吧 这个倒没什么问题 开始直接去连一下 拼乌国泰 看能不能拼过 没有杀了 然后小点去去拆牌去了 没有什么问题 解锁 接锁连了一下 这个元素被乐了 看看这回合啊 当然这个现在他们全都在贴锁上了 直接闪电就批了 闪电批的话 这个乌太肯定死了 看群域能不能活回来 有没有桃啊 反正有没有桃 乌太基本是死透了 这也批死了 批死的话 好 看他给谁补牌 他也给灵魂补牌呢 你看 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考虑把身份跳过来了 没有必要再装了 因为反正已经死了一个反雷 看能不能带走群域 这个时候把身份跳过来可以 然后其他人表示很诧异啊 这没什么可诧异 这很正常的装身份 简单在末位中装身份 怎么说呢 这个这局啊 就是泰兹的选将才有没有问题 主持人选将虽然不太好 但是中国装身份 还是把局面控制在自己手里了 旋风发光 装备旋风 气排旋风 直接扒光啊 怎么说啊 袁处之前打的也是有点问题 他如果是内奸的话 他低门没有必要动 没有任何动的必要 直接气排跳过内就可以了 也不至于搞得自己这么虚 距离 杀加许 加许就没有闪了 说实话 加许的选将也是很一般啊 董卓基本不怕玩杀 你而且你的三血翠铃 防九杀能力太差了 有多主攻啊 你就是选控手牌的 对吧 或者说一些四血 格能力比较强的武将 你这种 你这种玩杀 就是完全不克制主攻 而且还一点不吃九杀 不防九杀这种选将都不太好 其实这里边选将在我看来 他反贼选将除了寻遇 寻遇没有任何 你其他人选将都不错不好 那天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控场机会了 反贼反正也把自己打懵了 那天之前 之前发力也太过了 那时候真的没有任何机会了 杀一刀冰上 基本上主攻在一杀 再走出我课了 然后 哎呦 还能闪 还能闪 那看太尔子吧 太尔子双杀就可以了 你说你元素第一轮处理 后来不处理一下暴露那天了 还有连弩 这这这这这直接全带走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